铁木真 不停劳作 还要承受随时被杀的危险 在经历了逃跑被抓 再逃再抓 不断重复后 铁木真长大 并获得了自由 然而此时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 找儿时的定亲新娘 过了多年的苦日子后 铁木真一家生活 终于开始有所好转 然而周围日后 横扫亚欧 打下大片江山的大汗来说 苦日子还在后面 铁木真的新娘被敌人抢走 他向儿时的玩伴扎木和求助 对方很愉快地答应了 并帮助铁木真 想活了新娘 然而此时 新娘已怀了敌人的娃 铁木真喜当爹 扎木和提出 让铁木真跟着自己 然而铁木真却赶着早走了 还顺带挖了下墙角 带走了扎木和的两个部下 扎木和气冲冲地找他质问 然而铁木真却表示 蒙古人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这两个相爱相杀的好兄弟 就此杠上了 随后上演了一幕幕 一追我赶的战争游戏 在与扎木和进行一场惨烈的刺杀后 铁木真和他的部下 不幸被俘成为奴隶 被迈入西夏 奴隶铁木真整日被关在笼子里 饿极了只能自己抓鸟生枝 他拜托一位老和尚 将消息传给新娘 眼力见十足的和尚表示 我可以帮你 只是日后你若成王 不要动寺庙 和尚长途跋涉 穿越沙漠来到荒漠 终阴体力不治而亡 神奇的是 他没有被秃鹰或野兽解决掉 反而完好的被新娘遇到 得知消息的新娘 为了救铁木真 现身于商队首领 多年后 终于救回了铁木真 而他也再次戏当爹 死乃真爱 鉴定完毕 得知了蒙古此时混乱不堪的铁木真 决定白手起家 统一蒙古 他战胜了最大的敌人 扎木河 于多年后实现了愿望 关注微信 快看电影305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吧了